肝内钙化造是不需要消除的 也没有什么办法 比如说用个药物或者其他手术方式去消除 肝内的钙化造主要是碳酸钙 在肝脏内的血管内 或者是肝脏的肝内胆果的沉积 一般出现这种没有明显的肝功能损伤 或者是没有其他的胆红素升高的这种情况 可以考虑继续临床观察 一般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平常尽可能不要吃含这种钙盐多的食物 同时尽可能多喝这种纯净水质偏软的饮用水 水质过硬的水 我们就尽量少喝 同时就是说 如果说你合并其他的一些肝胆疾病 比如说肝内胆果结石 肝脏的囊肿 肝脏的血管流 或者其他一些 比如说肝腺瘤 有的人甚至有其他的异常的肝脏结结 要定期随访 该花造在饮食体系上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其实这个该花造和饮食体系 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所以我们发现的这个情况 也不需要过度紧张 只要定期随访就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按下期再见